大家好 歡迎收看距離影響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台 NAD的M10 它是一台串流綜合擴大機 它的瓦數是 DLAY放大100W 那麼它的功能性 支援了這個平板的APP操作 它也支援了18種的APP使用 比如說Spotify KKBOX Title QBOX等等的 還有三種免費的無線串流平台 就可以免費使用 那麼它的功能性 除了我剛剛講的無線串流以外 它有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這個空間校正 因為很多人住家環境可能 是比較以居家使用的 那這個M10它可以依照你的環境 去做一個聲音的改善跟調配 那這個調配會讓你的聲音 會比較有一個明顯的改變 也會是你 也許是各位會更喜歡的聲音 它可以調整你要多一點低頻跟高頻 對啊 那如果有喜歡這種調整型的 依照你的空間去做改善 這個還其實是一個很特殊 而且很優質的選擇 畢竟你看在10萬塊以內 有這種旋彩式螢幕面板 然後又有串流 又有MQA 又有Delay放大100瓦的功能 它還有前期輸出 比如你家裡有綜合擴大機 你就把這台接到你的擴大機上 也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串流訊源 那麼如果以後你買了一套系統 你想要把它換掉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臥室 當成一個獨立的小系統 接個喇叭就可以領聽了 其實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功能性是很全面的 對 那它藍牙是雙向的 你除了手機一般的傳輸過去給它 它也可以傳輸到你的藍牙機上 對 它也可以接外接USB 比如說你有一些很喜歡的歌 你可以插USB上去 音質也是不錯 它也可以支援你的NAS 還有RoomReady的功能 對 那它網路的部分 它可以支援有線跟無線網路 就比如 你可能有比較好的網路線 你可以插上去使用 那你的串流的表現也會比較好一些 對 這可以依照客戶的環境去做一個使用 對 很多客人會覺得說 這種串流的聲音會不會很擔保 串流的音樂很不喜歡 其實現在的滴類放大已經30年40年有了 它的進步跟改變其實是有目共睹的 很多串流 現在都已經進步到這種WiFi 有線網路的使用APP的操作系統 對 不會像以前功能性比較沒有那麼拒絕 它的聲音表現其實是比較屬於中性的 很多客人是聽古典的或人聲的愛樂友 他們聆聽起來的感受其實是相當喜歡的 因為它的表現不會像一般的串流 或者滴類放大那麼的單薄 它反而保持著原始該要有的原因重現 NAD的精神就是為了要把這個音樂毫不損失的 也不要改變的穿搭給你的喇叭 去用你的喇叭去做一個發聲的工具 會依照你的喇叭去做不一樣的聲音的表現 那 NAD這台可以適用在任何的 任何類型的擴大機 也可以適用在任何類型的喇叭 都是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對 在現在台灣售價是在99000元 是一個非常划算的一台 這個串流中的擴大機 以入門來講的話 這台你只要買回去配一對喇叭 就形成一套很不錯的high-end音響系統 對 那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所以你覺得這台機器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因為最主要它的功能性 然後空間校正 然後還可以支援很多無線串流的部分 然後 因為這個對我來講就是因為 最主要是它可能結構 我們現在習慣用手機的方式 它是用觸控式的面板部分 就可以去做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操作 然後功能性的部分來講 是因為我們可能習慣的部分是 可能喜歡聽一些網路音樂 比如說像我平常用的是像蘋果 或者Spotify 或者開頭之類的 那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最主要是它 可以很節約你現在目前使用的方式 那你可能在操作上也很簡單 然後功能性非常強大 是因為最主要是因為它整個來講 它的操作的部分來講 它可以支援它所有的介面的部分 然後可能讓使用者來講 就是不會覺得那麼難以操作 對 那你覺得聽講用具的老師 他們會使用上 你會覺得 其實我會覺得很多東西是 因為最主要它不會像我們過去 很複雜的概念裡頭 就是很多線材的部分 它就是很直覺的方式 你可能習慣用平板 或者是你用手機的人 然後你本身又有聽音樂 網路音樂習慣的人 你在操作電台的部分來講 你可以結合你自己喜歡的元素 然後你自己很容易的去操作它 對我來講就是 因為可能就是 Try就OK的一台機器了 所以蠻推薦的 而且就像你剛剛講的部分 它CP值蠻高的 然後所以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然後謝謝大家 就像你會想說 那時候就好像很值得 mour著我們 那些真正音樂 尖彩布 那些寬死 尖彩布 我看過 這個主題 我看過 有一個人想說 但是 waste 那些正音樂 尖彩伊莫 好兰难 尖彩 我看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夜も一人ざわめきに遊ぶ 昔の自分が懐かしくなり 酒を煽る 騒いで飲んでいるうちに こんなに早く時は過ぎるのか 琥珀のグラスに浮かんで消える 虹色の夢 赤い花 思いを込めて捧げた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